大家好,我是木田情熱室室長Toby 今天會介紹一部全新的DTM-52 是一個多功能的切割打磨機 旁邊有抹舊款,我會對照一下兩個比較有甚麼不同 首先,這部機的最大分別是STARLOCK的刀 STARLOCK的刀,上面這個位置會打起上來 舊款OISS的刀片就用不到STARLOCK的 因為STARLOCK的刀片上面是有一個急突紋 舊款是平面的,所以就用不下去了 這裡我們會有BL摩托 因為舊款我們都是行油炭刷摩托的 這隻已經變成無炭刷了 這裡有一個AVT的標誌 為甚麼有AVT呢? 因為有些師傅都會提及到 以前我們舊款機的震盪 用的時候的震盪是挺大的 現在加了AVT之後 它的震幅就少了差不多一半以上 當你開機的時候 你可以聽到它的聲音 這個噪音的機會會倒下很多 你說這部機的大小 就不會小了很多 但這個主持這個位置 我們就小了26mm 之前這個比較粗一些 我們如果用手比較小的人就比較辛苦 頭和尾 為何比以前更大 因為我們這兩邊中間和後面這個位置 我們有一個防震的裝置 它有一些防震膠 中間有一條防震巴 它會減低它的震盪 這個也是AVT的作用 接著會講講舊款 OIS設計和STARLOCK設計 裝的時候或者用的時候有什麼分別 上面是有一些釘孔的 我們先把頭部拔出來 舊款如果你用過的話 也會覺得有一點麻煩 有些時候對這些孔位 你可能會拋不同的角度的時候 有時候會拋來拋去 才能去到那個釘 再拆下來 但現在新款STARLOCK就很簡單 即是你要那個角度 很輕鬆就可以放進去 即是你一吸進去 就是你想要的角度 就不需要左右移 移回小孔的位置 剛才提到我們有一個AVT的功能 如果兩部機比較的話 我們裝一個直刀 它那個震盪是最大的 它震盪這款的話 它應該是7 meter Per second Square 而我們新款是2.5 meter Per second Square 另外 噪音方面 我們可以用噪音筆勒 討論了 我們先開辦 現在我們用回最大最快的速度 現在的數字是94.9 然後我們用護身機試試 都是用最高速 都是用一個直刀 這個是85.3 差不多都小了不夠10的dB 如果你用的時候相當明顯